那你要说什么责任 责任就是中国要负责任的 去使用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中国负责任的 以祈求的方式 单方面的迎合美国来避免战争 我们不想打仗 然后我们用了我们的实力 让美方坚定的相信 跟中国打仗是无力可图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前两天在想着空气的时候 我的结论就是 美国今天对中国 这种焦虑感 这种无力感 他如果能够打中国的话 他早就打了 他不打是不敢打 那不敢打就回到了 就回到了老师您刚刚讲的 就是中国的国力的问题 跟国际军力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 两国之间的互动之间的 这种无力感